资本主义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吗 失业 战争 浪费 贫穷 污染 这个 才是资本主义所在乎的 少数的人拿最多 多数的人拿最少 就像大富翁游戏 不过这次我们可能都要遭殃了 因为科技发展如此进步 我们可以轻易地毁灭自己 只要压一下按钮 或者我们也可以善用科技 为人人打造和平富足的世界 没有必要再继续你争我夺的游戏 因为地球的丰盛可以养活75亿的我们 只要利用科学方法和工具 并且明智地管理地球资源 我们就能打造全新体制 引领所有人 进入丰盛的世代 打造全新体制 经历有一家队 从短期里运行 为了解路 并且考虑 而得到全新体制